两个人拍比如说展示有很多甜甜的又人戏啊 你俩个笑场 其实笑场还好 我们俩更多的是刚开始会有一点紧张跟不好意思 因为不熟嘛 刚开始要拍这种感情戏 可能都不敢碰对方 肖战和杨子主演的余生 尽多指教真是让粉丝们盼了又盼 但是开播时间溜了又溜 拖了两年终于在前段时间上映了 谁看完了不都得说一句 余生夫妇太高甜了 肖战杨子的这对颜值组合 每一个动作隔着屏幕都散发着粉红色的泡泡 精准诠释出原著粉心中最好的顾柜和林之笑 不得不说甜宠剧真的可以相信杨子 作为甜宠剧女王 这次杨子所饰演的林之笑 她情商极高内心坚定 是一个非常知情时趣的女孩 两人开始谈恋爱后 一路鲜花绽放甜蜜兼备 笑点和泪点同在 看到我们这群老阿姨们都纷纷笑开了言 她和肖战在剧中谈恋爱时 真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戏份 吵架的时候也不会过夜 可以说三秒就和好 亲密戏份又贴脸又吻额头 每一场亲密下来 观众都有一种自己就被幸福包围着带入感觉 这些黏糊糊的戏份百分百对观众胃口 吻戏 小伦好可爱 那也是我们的基因好 冷冷睡的 吻戏一直是所有影视剧里的高光片段 只要男女主绝吻了 观众就会疯狂尖叫猛吃狗粮 吻戏也证明了男女主感情得到升华 同时也证明了男女演员的表演功底 吻戏是明星工作的一部分 只是为了完成工作而已 当然不能代入明星本人 所以很多时候导演喜欢在开机前几天就安排演员们拍吻戏 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双方的感情 当面更好更融洽的演戏 对吻戏要以专业角度看待 杨子和肖战的新角色真的是内语少见的男女主找了嘴 在给观众看的面红耳赤的淳于吻戏 一直在说说你俩能不能像那个热恋一样 但后来慢慢慢慢熟悉玩得好了 拍这种戏就会好很多 就是大家会很放松 可以说是吻戏的天花板 在采访时杨子还谈过 他们俩刚开始在拍吻戏时还是很紧张很不好意思的 还被导演喊话要他们像热恋一样演 但是最后他们诠释的特别妙 直至越来越熟悉彼此后 肖战开始调侃杨子 和你拍吻戏没感觉 怎料杨子竟这么做 扬言要吃榴莲和大蒜 网友纷纷表示你们在一起吧 比如演吻戏的时候 他就说哎呀我亲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就吃大蒜 吃榴莲 他说你能不能说个口 真的是被填到了 每次看到他们俩都会忍不住发问 甜甜的恋爱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肖战这个男人怎么可以这么懂 让吻戏扛把子的杨子都自叹不如 杨子还坦言一开始都不好意思和肖战拍吻戏 拜托你是杨子啊 之前抱住李线一直啃的可是你呀 所以说能让杨子都这么害羞的 肖战应该算是第一人 但是其实肖战表示和杨子搭戏还是很有压力的 因为自己以前经常拍摄的都是古装戏 所以这次的现代性也会有一些压力 尤其是搭档杨子又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演员 所以他已经感觉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但是看到他们很完美的演绎出来了 发现原来还是肖战谦虚了吗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